用AI套上习近平的脸大唱入谋歌曲 1976年过世的毛泽东遗体经过仿佛处理后 放置在纪念堂被民间戏称为毛腊肉 没想到12月26号毛泽东闽诞这天 央视节目新闻30分竟然疑似窝里返 今天发行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纪念邮票 在短短16秒的毛泽东纪念邮票报导后 是长达三分多钟有关腊肉的专题 他把传统腊肉和当地土特产品 做成了带动周边农户增收的大产业 播出后央视入谋疑云立刻在网上传开 官方马上删除腊肉新闻片段 直接跳到短新闻环节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一般时长23到25分钟的节目 只剩20分钟 有网友表示还不如不删 删了等于坐实心里有鬼 就在央视入谋前一天 中国媒体财新周刊发表 重温邓小平时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社论 内文提及文革期间国民经济濒临崩溃 官方人坚称形势大好且越来越好 唯有时事求是中国才能跳出绝对贫困陷阱 被认为是对习近平的忠告 随后文章火速下架 从腊肉入毛到社论入席 官方夸口的稳定政局 似乎悄悄出现松动 看咱们能走出国 他们也尝了咱们腊肉的滋味 下令新闻六卓宇报道